那有臭宝说老花姨 如何养这个吊篮更卷呢 我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就觉得臭宝这还不够卷嘛 你卷到什么时候 别内卷了 好了咱们言归正传 说到这个卷叶吊篮呢 它跟普通的吊篮 唯一的区别就是 它是弯的 就是长得这种弯弯的 很多话说老花姨 你看我这个就养直流了 缺乏光照的时候 它就直流 就跟臭宝一样 没什么事就躺平 就直流了 所以说它是喜欢光照的 明白吗臭宝 你像我们养护的时候呢 一直跟华门说什么事 你给它吊起来养护 更哇塞一些 肥料它一定要给 明白了吗 而且呢 它在这个顶头上 你看到没 长出来的这个东西 剪下来它又是新的一颗 你看下面都已经长了根了 这里都有根 看到了吗 这个东西你剪下来 摁到土里边 它就是一颗新的 所以这还是比较哇塞的 的话说呢 光照呢 光照不需要特别的强 明白了吗 胶水在一块 你怎么把握呢 摸一摸这个叶子 它软了 再抠一抠盆土 它干了 它就该浇水了 我们这个就已经 叶子摸得有点软 垫得有点清 那这个时候就给它浇水 就OK了 光照可强可弱 开花 开这个小白花 明白了吗 没有光照 它就不卷 你光照多了 它就卷了 明白了吗 臭宝 肥料用通用型的缓湿肥就够了 你还一直跟厨宝们说 你整点那种会玩的这个缓湿肥 这个被骂地湿的这个 100天用一次就够了 抓上一小把 就塞到这个盆平边边 这样给它扔进去一些就行了 就100天左右来一次就OK了 就基本够了 换盆的话呢 一年换一次 换个大一号的 这个呢 就可以换大盆了 因为它长得也确实满了 就是把这个盆摘掉 摘掉以后换个大一号的盆 往里边加土 看着该加肥料的时候 加肥料 对吧 就可以养得很卷 卷还不简单 就是害怕积水烂根 因为它这个根 我可以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里面能看到吗 看得清晰吗 不清晰 不清晰 我给它打开看看 这个根系呢 现在已经长满了 你不换盆的话 它也不利于它的发育和生长 就可以换一个大一号的花盆 明白了吗 这把你挂上 那我丢出去了 好了 拒绝内卷 从我做起啊 臭宝 这个是如何让卷叶吊栏更远 这个也叫叶尼山 现在压了女郎 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 好吃老花一 老花最软一 白了臭宝 好 喂 嗨 嘿嘿 嘿嘿